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人们经常说,老了老了,病就来了,人也老了,走不动了。 我们更要去积极地去预防疾病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保健的食疗方。 每周吃上几次,到老了推脚好,血管通畅,睡眠质量提高了好多大,整个人特别的有精神。 要比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力气呢,身体味爆。 我们先准备一把燕麦淘洗干净。 燕麦是我们生活中常吃的一种粗粮,燕麦的营养机体的丰富,还有特别高的营养物质。 燕麦中含有的特别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,蛋白质,膳食纤维,营养物质。 对周老年朋友们来说,是比较友好的五股杂粮之一。 平时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,对身体的好处很多大。 燕麦中含有的亚马酸,有助于维持人体的正常心情代谢,能够维持正常的性功能。 燕麦中的不饱和脂肪酸,灶肝等成分,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蛋固醇。 还有甘油三脂的含量,能够帮助降低血液的水平。 周老年多吃一些燕麦,能够吸收比较丰富的灶肝,天然的多糖。 可以有效地用于人类的心血管,防止血管老化。 燕麦含有亚油酸,灶肝,被人体吸收之后,还能够净化血液。 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脂和胆固醇的数量,能够阻止血压,血脂的升高。 而且可以预防动脉中央硬化,高血压,灌性面的发生的。 燕麦中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。 膳食纤维能够吸收相当于自身重量的脊背的水分。 肠道中吸收膨胀,并形成高粘度的凝胶。 现在的天气特别的寒冷,要多吃一些不剩你的食物,特别是营养又不剩的食物。 坚果之类的,给养比较高的食物。 入秋之后,冬天到了,应该多吃一宝,百病自然好。 这一句老古语的,这一宝就是板栗。 中医认为,板栗性质比较偏温,能够补匹,补肾强腰之功。 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,板栗有预防高血压,多脉中央阴化的作用。 像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地吃板栗,能够预防衰老,延长抑瘦。 板栗有健脾补肝,脚身撞骨的作用,对肾虚效果很不错的。 也许对老年人的肾虚,对大病出血的病人,如果生了孩子的产妇,身体比较柔弱的,都可以吃一些板栗炖剧,有补虚健脾和胃的作用。 唐代的孙思苗,称粒子为不慎之谷。 板栗有大量的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B组等多种的营养素。 素有干果脂肪的美称。 吃板栗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治疗高血压。 冠状动脉阴化、轻脑血管疾病,对人体的好处是很多的。 板栗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C,是老人们理想的保健食品。 经常吃板栗,可以治疗腰西酸软。 需要注意的是,板栗虽然很好,但你的吃的不要太多了,一天每个人吃上5-6颗就可以了。 再准备一把红枣,我们把红枣洗干净。 红枣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,美容养颜,健脾又合胃。 红枣能够促进白细胞的生成,降低血清胆固醇,提高血清的蛋白,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。 而且红枣中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C、铁等矿物质,可以促进造血。 很好的预防贫血,使我们的皮肤红润有光泽。 眼神朋友们可以多喝一些红枣茶水,能够改善面色苍白,手脚冰凉的情况。 而且红枣中含有卤丁,是一种血管软化的物质,可以使我们的血压降下来。 对高血压有很好的防治作用。 而且红枣能够提高人体的绵力,并能够抑制癌细胞。 可使癌细胞增长细胞转化物质。 红枣含有的铁、钙,对防止骨住输松,都有很好的帮助的。 再准备一颗苹果。 苹果含有柔酸、有基酸、果胶和纤维素。 经常吃苹果,可以润肠又通便,并且苹果一样比较丰富的。 吃苹果能够降低血压,而且可以美容养颜。 苹果中含有美,可使皮肤红润有光泽。 加上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,多种维生素和铁质。 经常吃苹果,可以润肤,美容养颜。 促进肠道的蠕动,缓解便秘的情况。 经常出现腿脚法力,头晕、眼花,都可以多吃芋头,可以缓解这些情况的。 芋头中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,维生素E,钙、磷、钾。 能够很好地滋补身体,并且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。 对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,延缓衰老,免疫蛋白,都有很好的补益作用的。 芋头中的免疫球蛋白,是以身体提高免疫功能的重要成分组织。 所以芋头有很好的滋补身体的作用的。 接下来帮忙准备好的所有食材,倒入锅里面。 加上清水,蒸小火温煮20分钟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制作视频不容易,请您发达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收钱您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。 你们的食材煮得比较软烂入味, 营养又好喝,不需要放糖, 因为红枣有甜味。 这道粥具有很好的补气养血, 芡脾和胃,养心安神的作用。 比较适合, 因需导致的腰细酸润, 腿脚不利, 头晕目眩。 坚持一段时间后, 是另有明显的变化。 能够增强骨落, 强壮身体, 思义又不慎。 真的是营养美味又好喝的一道食疗粥。 做法比较简单,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好了, 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电话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和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